在递交诉状之前 菲律宾精心导演了一出强闯仁爱礁的闹剧 29号菲律宾派出一架渔船 搭载士兵及食物等补给物资 突破中国海警船围堵 抵达废弃军舰 谢拉马德雷号坐摊的仁爱礁 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描述称 乘坐民船的飞方士兵 周六同中国海警船在仁爱礁附近水域 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戏剧性对峙 在距离仁爱礁约一小时距离时 一艘中国海警船两次从飞方船头穿过 试图阻拦飞方船只继续前进 中方通过无线电呼叫 禁止其进入中方领土 但飞船舰长把船开到较前水域 中方的大船担心触礁 难以继续跟踪 飞船只最终绕开中方阻拦 抵达仁爱礁 非军方未透露驻礁士兵人数 但据信不到十人 红磊29号就菲律宾向仁爱礁派补给船仪式表示 飞方有关行动无非是想炒热南海问题 为其非法侵占仁爱礁的企图服务 中方绝不会容忍飞方 以任何形式侵占仁爱礁 感谢观看